大家好呀,应用小伙伴的要求 本期视频咱们来聊一聊卡罗莱纳香龟 说到香龟,在国内归种圈里 因为价格等原因,养的人并不算特别多 但热度却一直不低 具体来说香龟指的是泽龟科、泽龟亚科 香龟属的一种龟类 这其中在国内归种市场上最常见到的 要属锦香龟和本期视频的主角卡罗莱纳香龟了 卡罗莱纳香龟下辖三个亚种 下面咱们就分别介绍一下它们 首先登场的是湾岸香龟 主要分布在墨西哥湾的北部沿岸 外观上湾岸香龟整体色调偏深 背甲后方边缘向外延伸 类似于欧美消防员的头盔 很有辨识度 接下来是佛州香龟 主要分布在佛罗里达半岛 外观上佛州香龟偏深底色的高耸背甲上 勾勒着黄色的细纹很有感觉 此规则有着更加夸张的高背 很符合国内龟虫圈的主流审美 因此佛州香龟也是国内最受欢迎的香龟之一 湾岸香龟和佛州香龟原产地纬度较低 在偏北方的地区饲养保险期间 冬季需要适当加温 压轴的是国内知名度最高的东部香龟 广泛地分布在美国东部地区 外观上同样是深色底色 搭配鲜艳的纹路 只是相对佛州香龟 这些花纹更加宽大 色彩变化也更丰富 也有极少数东部香龟个体 连底色都变成了明媚的浅色调 这在大自然无疑是不利于伪装 不利于生存的失败造物 但在国内龟虫市场上 却是价格轻松破万的极品 东部香龟也是最耐寒的卡罗来纳香龟 可以正常冬眠 还是老规矩咱们再聊聊 卡罗来纳香龟的共性 卡罗来纳香龟体型适中 成体背架通常在15厘米左右 绝大多数完全体背架 不会超过20厘米 作为一种半水龟 还是那几个关键词 潜水湿地临间落叶杂湿明显 当然香龟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那就是它的名字 英文直译box 这家伙会必可 跟动胸龟亚克的一些 尼龟类单龟 副甲前后各有一个狡链 可以前后闭合 向等腰梯形不同 香龟的必可原理 类似于黄原这样的必可龟 只在副甲前端有一个狡链 必可后类似于直角梯形 两者一个则龟 一个地龟 关系很远 只能说在相似的生存挑战下 二者产生了趋同演化 卡罗来纳香龟 虽然有趣又漂亮 但价格确实不太友好 可以说是字面意思的成千上万 小伙伴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理性消费为好 其实只要能体会到乐趣 花几块养一只相规的老表也挺好的嘛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一键三连加关注支持一波 咱们下期视频见吧 再见